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相信你也有留意到 近期投資騙案有上升的趨勢 特別是有關於假冒股票人 在社交媒體上的平台 有時一些投資者買入股票行騙的個案 越來越多 而且更加顯著 我也有很多老友素虎 還要不單是股評人 還有其他名人 財經界名人 拿了一些照片 鵝青有什麼提示 但那段事其實 很多時候是一樣的 一看都知道是騙案 大家如何注意這方面要留意 另一方面業界方面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 就是證券商協會永遠名譽會長 陳柏南先生和我們聊 哈囉 陳柏南先生 早安 最近投資騙案都有上升趨勢 特別是我們留意到 假冒股票人 這些社交媒體方面的平台 特別多了 這方面 其實業界如何應對 其實業界本身來說 都是透過宣傳和投資者教育 因為好像剛才林經人 你有看過 其實現在坊間已經 都不是第一次聽到 有這些鵝片的事件 但始終都會有受害者被騙 所以都是透過教育和透過宣傳為主 其實那些騙案的騙徒 用信息說有內幕分析 獨家分析 有幾隻股票會爆升 其實這些在股評界 是否不會這樣形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其實很坦白說 如果正統的公平人來說 絕對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件事來說 其實第一 已經觸犯了鑑監條例 另一件事來說 在他們自己的專業操守來說 都不會這樣做 有沒有會員向你們反映 受到這些情況的困擾 特別是我們看到事件 雖然我們聽到很多話 已經報警或舉報了 但仍然不斷每天都有新的出現 其實這方面 有沒有會員向你們反映 有實際情況呢 其實有的 譬如說 在前幾個月前 其實也有會員反映 就是有來求助的 那她說 某這個報章的主編 兼一個很出名的股評人 那她就說 她用WhatsApp 就是有她的頭帳 首先第一就是有個群組 然後跟著就說 其實她對某些股票 她首先說大事行程 然後她大概圈了一個群組 大概有10至20人之後 慢慢跟著就跟她的個別這樣說 就是現在 其實某些股 她覺得會怎樣看好 那其實為什麼那些受害人會受騙呢 就是因為她最初說的時候 是很大怒 就是很正濃的 那這件事就變成 不會覺得好像黑銷 那到了這段時間 她再說 某一隻股 會看好一點 那她又真的被她看到 就是說 無論那個聽眾 或者那個在群組裡面 那些所謂的群友 她有沒有參與也好 她就看到是 說了之後 跟著是升 然後跟著她就再說 有另一隻 一樣會有這樣的爆聲機會 那開始就有人聽了 那當然不是有10個 10個都聽了 但可能有1、2個也好 3、4個也好 變了就是 你要入錢 那類似這些個案 其實除了我們自己 直接有聽到之外 另外也有其他的行家裡面 或者其他的股評人朋友裡面 都有出來說 其實他們都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自己都是受害人 因為他們的頭像被人挪用了 他們自己都可以去報警 那業界有沒有跟警方 或者其他部門 有些溝通 可以說 有什麼措施一起 可以盜絕或者追查這些 或者證監會有沒有跟業界方面 一些交流 看看如何可以盜絕這些情況 其實最近 這個CCP 即是商業罪案調查科那邊 這個Officer 其實都有主動去聯絡我們業界 其實他們都希望 業界裡面下面 券商的會員 可以跟他們大家 配合合作 比如說在我們那些 券商的training App App那裡 就可以加回他們 一些宣傳的內容 主要來說 都是證明 呼籲投資者要小心 還有第一避免收片 還有一旦懷疑雨片的時候 立刻去打一些熱線電話 因為最近我跟其中有一位 阿sir有聯絡過 就說 其實他們現在 都透過他們 跟科技組那邊的同事 合作過 就說 以前來說 譬如你 如果不是第一時間報 譬如你給他頭像 或者其他人 那時候 可能他們未必 真的未必追查得到 但他就好像現在 最近來說 這是上禮拜的事 跟阿sir談過 其實現在他們都有一些 一些新科技的事情 就是只要你第一時間 snapshot 折圖了華爾的詐騙網 或者WhatsApp的群 立刻去報告給他們 他們可能有機會 透過電腦科技 可以讓他們追溯到 嗯 這個電腦科技 追溯到之餘 在市民投資者的角度 我們如何辨識真真價格的資訊 每天說 市場的分析很多 每天都真的很多 市場的分析很多 有沒有一些 譬如說 匯計師公會有一個名錄 律師有一個律師名單 這方面 是不是評論界 可能可以做些功夫呢 我相信 譬如舉個例 譬如你說 某會評人 如果他譬如說 第一 他應該都 譬如說 他自己是一個 在證監 這個條例 在他持牌人士的話 這個其實可以查詢 究竟他屬於哪間證券行 嗯 是的 去確認 因為如果他假設 如果那個是假的 他給他自己的頭像 那你怎樣跟他聯絡 那個都是假的 嗯 但是如果譬如說 在譬監的網站裡面 你看到這個股評人 他屬於某一個的 捐箱 好了 那個捐箱本身有個聯絡電話 或者聯絡的電郵 那他就是去查詢 是否也是這位的本人 和這個群眾 不是他 這個可以第一個確認的方式 嗯 這個是直接去回 相關的捐箱 那裏 至於你說證監那邊 我想證監他 除了跟我們配合 就是說 呼籲在那個 退職者教育之外 那另外就是說 就是 我想都是 如果是受他監管的情況之下 他給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去查詢 但是譬如說 也都有一些個別的股評人 他未必是自派人士來的 那時候 可能你就真的要再檢查 究竟他是屬於哪一個機構 那你可能要再去去 就是求證 這個是求證的方式 去確保那個人 是不是那個本人 那另外當然 都是去回剛才說 就是 投資者教育那方面 就是說 其實說真的 哪裡會有這麼容易 說一些特別的消息 或者看法 而可以爆升 那這件事來講 真的自己要深深 嗯 我想問一下 就是業界方面 怎樣跟警方或者 證監方面去合作呢 在一個防騙宣傳 內容 細節上面 可以進一步 就是解釋給市民 或者一些投資者知道 讓他們不要再受騙 比如剛才說到 跟CCP那邊的聯繫 就是說 他們本身已經是有一些資料 那也就是說 透過不同我們的業界商會 透過商會 呼籲下面的券商會員 就大家合作 就把我們的投資 賣賣APP 裡面 給他們加插他們的宣傳 投資者教育的宣傳內容 那這方面 可能都真的要小心去處理 特別是投資者方面 看這些APP 看這些社交媒體的平台 都要小心 另一方面 說回港股 港股方面 最近走勢都幾反覆 特別是成交方面 都不是過千億 你知道怎樣看現在港股的情況嗎 其實如果現在來說 其實整體的投資者氣氛是非常淡薄的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 直接一點這樣說 看不到那個前景 因為起初大家都會有一個期盼 就是說 希望通關之後 這個整體上 那個經濟 包括零售 旅遊 飲食 等等 希望會 起碼在基本的經濟面上 會有所改善 而且對於那個 在金融 譬如說股票投資的意欲 會比較強 或者譬如說過來香港 去搞IPO 或者去其他的金融活動 會比較常勃勃 但實際上在通關之後 至少到現在 都半年了 其實就見不到這個 很明顯的上升 即是你才沒有那個爆升的感覺 沒有 其實比預期差很多 嗯 那當然是 就是這個期望管理 因為之前 以為很容易 馬上回到疫情前 但其實看回 其他國家的經驗 早過我們 通關復常的國家地區 其實都頭一年 都其實是沒有 即刻回復到的 都是最少要一年左右 一年至年半 才有經濟 去回他們自己 疫情前的狀況 八九成 現在我們大概在疫情前 五成五六成 看看各別行業 那麼這個情況 是不是下半年 都影響著整個大市 我覺得 整體上來說 下半來說 我相信 會比上半年好些 嗯 好了 整體上都要考慮 就是說 譬如說 地緣政治因素 譬如說現在 中美大家互相的關係 會不會有所改善 現在目前見到的勢頭 起碼大家肯坐下 先去買台傾 這個已經是一個突破 好了 如果在地緣政治 穩定的時候 其實我很相信 就是下半年 剛才說會比上半年好 而明年 會慢慢慢慢 真是精英識識又復上 嗯 那麼恆子怎麼看 恆子我們六月中 都叫做上個碰碰 碰過下兩萬點 昨天插了五百幾點 跌到去 一萬八千 這個五百三十三點 那麼去到年底 看年底 你覺得 恆子的走向是怎樣 我們希望 就是所謂 常常說行家說 五窮六絕 就七翻身 現在七月頭 但是昨天 不是今天 你看到這裡是早跌的 好了 希望就是 起碼在七月 起碼下旬的時候 希望在谷底那裏反彈 你說去到年底的時候 還有大約半年時間 我估計 樂觀點看 就希望可以貼回兩萬點 是的 當然 美國股市今早上收市 三個主要指數下跌 外圍市房 四個市場開了都要跌 港股今天 都很大機會 開出來又會跌 大家小心投資 小心投資 要小心謹慎 今天謝謝陳茉蘭 謝謝 謝謝